这十几年来 特别跟着无形法师 到很多地方 做善事信念也好 打佛祭也罢 我看到很多道场 特别是我们雪梨 是很特别的 也可以说非常稀有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 你看我们每一年 佛期不间断 甚至于最近 这个三十几年至少 有时候连续四次 有打佛期 有八观灾界 主要的讲经不间断 很多地方都没有这个机会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 好好来拥护 来照顾 来护持 这个道场 虽然没有法师 住在这个道场里面 但是 但是 对佛法推广净土 而对于劝导大家的念佛的精神 这个值得我们来赞叹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互相来鼓励 互相来照顾 非常难得 要建一个道场不是那么容易 很多地方 你看有时候一年要办一次的佛期 就很难 像美国啊 欧洲啊 甚至于有时候马来西亚印尼 很多地方 所以有这个机会 大家要互相鼓励 所以今天我要感谢大家 给我这个机缘 来跟大家结个好缘 所以感谢你们 给我这个机会 如果有讲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我们都在学习的 人非圣选 书能无过嘛 对不对 只要你还是反复 你就避免不了的过失 学佛最重要的 知道错 要改过 所以为什么 在佛法里面 一切法门 都离不开忏悔 一切法门 都离不开忏悔法门